她們把我訪問陳時中的影片 全部做成那種男女的東西 然後 還配音樂 還配紅色的心 終於哭啦 妳這個小女子 妳跟人家壞壞 妳一定會塞到面壞 妳這個小女子 妳跟人家壞壞 妳一定會塞到面壞 終於哭妳這個小女子 打到鐵棒了 我把張淑賢女士 妳跟人家絕對不能貼銷 跟各大隊 這個女子很不介紹 妳跟人家絕對她就用真辦法 找妳有色彩有高證的 去給妳擠啦 靠啦 這樣啦 今天知道一個最新的一個狀況 你知道嗎 周玉寇現在在找一些媒體人 在要什麼 要張淑娟的電話 要張淑娟的電話 妳覺得她要張淑娟的電話幹什麼 請問一下陳時中辦過周玉寇嗎 她不但沒有辦過周玉寇 她還幫周玉寇求情耶 還幫周玉寇換假耶 我跟周玉寇就是在公務的往來 相關的新聞需要的時候 我們接受訪問 將我們的政策說明清楚 至於在私交 我跟周玉寇一點私交都沒有 你喜歡我周玉寇呢 就投給陳時中 她現在是直接的告白說 我就是愛阿中 什麼劇情啊 產生了一個三百 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轉 從昨天以前的抹黑啦 爆料 惡性爆料啦 然後有個暴力傾向啦 等等的奇怪的那種 很尖銳的對立啦 今天突然間變成一個新的版本 叫做浪漫真愛版 搞了半天 周玉寇是國務長臥底嘛 周玉寇她人生當中 最悲愛的地方 就是不斷不斷的被 把我訪問陳時中的影片 全部做成那種男女的東西 然後還配音樂 還配紅色的心 周玉寇哭啦 她在節目中越講越激動 因為她也被人抹黑 而且她的政論節目 也被人檢舉報導不時 被移開了原有的頻道 跑到了遙遠的一百五十二台 不知道是不是周玉寇 遭受到了雙重打擊 本來還非常強勢預告 要在今天到台北地檢署 控告柯文哲 以及蔣萬安公開毀謗 但是晚間突然在臉書 偷偷地說 上午的記者會取消 將改由律師代為遞送訴狀 詳細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周玉寇最近的爭議太多 如果再出來亂 可能會壞了陳時中的選情 所以現在綠營就是冷處理 希望風波 詳細就是他們 從名單裡頭挑出來的那一個人 什麼意思 也就是他們其實 本來預設了好幾個人 然後其中的那一個 另外那一個 當年也是被影射到很厲害 他們本來是要鎖定那一個 因為那個更有話題性 因為那個曾經升為政治人物 所以他們本來想要攻擊他 但是那一個人已經提早知道消息 就放話 你敢弄我們就試試看 我一定給你翻回去 真的啊 還有這一段喔 所以這樣的話 他們後來才決定要選張淑娟 為什麼 因為張淑娟最沒有攻擊力 柿子挑軟的吃 對 他們的預想就是我們鋪天蓋地 經過媒體上一番炒作的時候 他們本來預想是第一個 你張淑娟大概嚇到 就不敢出來 可能就吞下去 那就算你出來 他們是能夠把死的說成活的嘛 我動員一大堆媒體 你大哒哒哒這樣一講之後 反正我就用影測的方式啊 那到最後就 就讓大家覺得說 侯侯你看果然是有這件事情 他們的目的是要這樣子 可是 就是因為張淑娟這一次 還好他有找到王鴻輝這些人 去幫他擋掉了很多 政治上的一些問題 不然的話 他就完全會落入這個陷阱 然後完全被他們操作 天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惡劣的 非常惡劣的一個行徑 那說 講實在話 有種為什麼不去找那個比較厲害 你找那個出來看看 看看他會怎麼反應你啊 所以他們也知道 他們有權衡過利害關係嘛 知道哪個惹得起 哪個惹不起嘛 這才是 他們這一條龍這樣做的方式 那他們本來以為 他們這樣做之後 第一個 可以把整個選戰的話題 全部轉移掉 大家不再關心民之間的論文了 然後 大家開始focus在 國民黨的過去的爛事臭事 他們的目的是要這樣 不然的話你去找一個 二十幾年前的一個匪紅案幹什麼 但是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做 可是問題是我 這次覺得他們完全操作錯誤 這樣的操作 反而讓 絕大多數的中間選民 大家都看不下去 這就是 民進黨的第一糟糕 第一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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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是一輩子 就要老人家說 這堂兄弟 萍伊爐都被 這支 都把這些 這支朱雅虐 破海了 沒手造搖 全世界第一 mean 我的維基百科被 創改 過去 我在 雞報靈志堅的 論文 涉及超形的時候 也有一度被網友 惡意創改 今天 那一年一大早是有朋友就是传给我们说让我们注意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们也发现也把它改过来了 那我只是要讲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林世甸的论文或者是周遇后这件事情 那么如果有任何的网军 或者是塔利班想用这种方式来抹黑我或让我闭嘴的话 那他们不会得逞 我们会继续的往前去走 那至于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因为有参加一个广播一个直播 那么因为主持人都谈到就是说 昨天现场混乱的状况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在他提告之后出来 那么周遇后突然又跑出来 然后就是一直要说 张佑姐我要跟你道歉 那这种做法事实上是根本就是骚扰的动作 它并不是真正有诚意 那么后来大家也从这个影片上听得出来 就是他走出来之后 其实张佑姐还是哭得很厉害 就是我所了解 就是因为张佑姐对她这样的羞辱方式真的是深恶痛绝 而且其实任何一个人他被霸凌过或被淋怒之后 那对于霸凌她的人 你说不要看到她的那个人 听到她的声音都会害怕 所以她昨天其实是哭得蛮厉害 我在她旁边也感觉她身体是发抖的 所以就光听到她声音都发抖了 更何况她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闹场 去骚扰人家 所以我觉得对于张佑姐来说 我昨天大概下午的时候 给她有通过一次电话 因为她大概下午的时候 我想她心情也稍微比较平复一点 她发了一个line给我 她说她非常感谢 在她最求助无门的时候 我愿意帮助她 她也给我加油 所以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给她 那个时候她的声音是比较能够平复 但是我并不想再去撩起她那种很激动的情绪 所以我也让她好好休息 然后我是传达 因为很多媒体朋友都想要邀约她去上节目或专访 那我是跟她讲的说 媒体员有这样的提出这样的邀约 那她是说现在这个时候 她并不想去上节目或接受专访 因为说实在她也真的不想再被打搅 那我跟她讲 我说好那我了解她意思 那我也让她谅解 就说那这样子 因为我也很怕 媒体的邀约我挖一漏万 所以我说我也不会安排任何媒体然后去传达 她说OK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才后来在我的脸书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声音 所以昨天我跟她确实有newline的这个她传讯息给我 然后我有打电话给她 大致告您跟柯文哲啦 但是后来又临时取消改成律师来递状 您觉得她是不是那个有点心虚的感觉 那因为接下来蛮多蓝音员都要抵制上她的节目 那你会不会跟进 那会不会觉得说如果上了她的节目就是在支持她 市民朋友其实看得很清楚 到底是谁利用媒体利用工器 在不断的抹黑抹红其他人 甚至毁人鸣解 我不畏惧这种为了布航城中 而进行的二职选举操作手法 我有呼吁周玉寇女士尽快跟被她伤害的人 诚心道歉 那委员周玉寇开始骂你之后 然后一份最新的媒体民调 他就说你跟那个陈时中的得票率预测出现黄金交叉 那你反超了陈时中 那会不会是觉得说是蓝音操作投陈时中 就是投周玉寇的那个策略有奏效 民调起起伏伏 我想越到选举投票日 会有各式各样的民调出现 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一再强调 我就是维持我的步调 勤走基层 持续端出政策流入 让民众了解 我对台北市政未来规划的愿景 得到选民的支持 我想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这些民调这些结果都是参考 我想未来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 请走到11月26号 委员因为讲到民调 因为昨天有一份民调说 在大安文山区被长期视为是蓝音票仓 但是却输给了陈时中您 那也被解读说 是不是因为黄珊珊可能抢到了蓝音的票 怎么看 各种民调接下来会层出不求 那每一个民调 他所做的调查方式 每一个机构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那其实我们都是参考 周玉寇他在提告前两个小时 结果就说他不去北建 你觉得他在怕什么 然后他在跟谁 这可能要直接问他 好谢谢哦 谢谢 昨天周玉寇有点名 你过去有讲一句话 他说你不会关心他们小两口的事 然后昨天周玉寇还有说 他从来没有拿过陈时中竞选团队 任何一毛钱 也没有拿过民进党中央的任何一毛钱 如果有的话 他要退出媒体界 想问委员您相信吗 这个要问他 他所说的吗 媒体人黄青龙就发心一书 就说郭里伯才是你的祖父 那还说你应该是叫郭里安 郭万安 郭岸安 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出身 但我们可以靠努力 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信张信讲不重要 爱台湾就是我的DNA 台湾是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 其实我想市民朋友 关心的不是我的家族史 而是台北市未来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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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